今天院長蘇貞昌和國民黨立委蔣萬安 日前是在立法院總質詢時候 因為停電的議題而互唱 那麼蘇葵提到了 說當天質詢時候 也有其他國民黨立委 但是只有蔣萬安是來對象的 他強調自己以理相待 不過從立法院再到新北市府都嗆聲 蘇貞昌大炮性格 幾乎是成了民進黨的主攻守 但是也讓黨內人士頗有為辭 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衛福部長陳時中陪同下 十四號一早前往台大醫院 施打第三劑追加劑 混打高端力挺國產 帶頭衝高接種率 越方贈送五百元獎勵金 卻被蘇貞昌婉拒 要把資源留給國人 不過這一大早 聽到立委蔣萬安火氣還是不小 蔣萬安執行的時候 其實有八位立委執行 有四位還是國民黨立委 怎麼都沒事 只有他會成為這樣 蘇院長在國會殿堂 辱罵國會議員 發洩情緒又不是第一次 兩人從院內吵到院外 已經第四天了 行政院長蘇貞昌炮火不減 似乎成了民進黨對外主攻 火氣越來越大 從立院到新北市府 蘇貞昌都嗆聲也讓這混戰 從個人戰打到團體戰 國民黨難得團結 請全黨之力還正式發文 要召集朝野協商落實不得反質詢的規定 是否杯葛還要協商 但國民黨人人愛攀蘇貞昌話題 帶來聲量 但蘇獎大戰持續延燒 就連自家人也有為辭 院長要展現他的高度 也不需要對立委進行反質詢 甚至相關的一些攻擊 前任院長蘇貞昌大炮性格 炮轟國民黨內護身高的雙北市長 人選蔣萬安和侯友宜 就像在替黨內鋪路 似乎下決心要讓雙北重回綠地 記者夏軍陳蘇士傑台北採訪報導